这个老头是真的溜 临终前他向女神许下了转生的愿望 可没想到的是在一睁眼 他却变成了一个女娃 此时的他正在被父亲举高高 老头刚偷笑了一秒 结果看到镜子的那一刻直接傻掉 此时已变成女主的他内心翻江倒海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而等父母走后 身为前世最强的英雄王 女主第一件事就是先尝试是否能感受到灵素 有灵素也意味着能够使用魔法 他刚才并没有在父母的身上感受到 好在担心是多余的 这具身体很有天赋 可就在这时不曾想母亲却来了个回马枪 虽然反应得很快 但还是被母亲看到了 这孩子刚才是不是飘了 女主连忙放声大哭 试图蒙混过关 好在母亲只以为是错觉 而且更重要的是 魔石兽的来袭让他无暇多想 与母亲的慌乱不同 女主对这个魔石兽非常感兴趣 他倒是希望这个世界的怪物越强越好 这样才有被打倒的价值 母亲就这样带着他一路小跑 随后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他还有一个哥哥 拉斐尔要比他大八岁 而此外姨母的女儿和自己同岁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名门世家 对于魔石兽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祈祷着骑士团能够尽快击腿 女主简单地观察了一下 魔石兽有两只宝石的颜色不同 个体也具有差异 他感受到了魔素的力量 刚要兴奋起来 不料在别人眼里却是毫无由来的哭闹 但母亲却没有奇怪 女儿会感到害怕很正常 拉斐尔想去参战 但却被姨母拒绝了 因为她的魔印是特级的 即使舍弃在场的所有人 她也不能有事 然而话音刚落 没想到魔石兽就闯了进来 虽是一只也足以致命 母亲连忙将两个婴儿扔给了儿子 她会负责拖延时间 可拉斐尔却有些不情愿 将两个婴儿安顿好 她久挡在了母亲的身前 这一幕被女主尽收眼底 有这份气魄 未来绝非持终之物 但现在却是太嫩点 很快三人都被打飞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女主爬了出来 没错就是爬出来的 看到巨龙怒吼着 她却没有半分畏惧 老头前世身为英雄王 拯救他人于水火之中 本打算今世只为自己而活 但是圣骑士的本能让她不得不出手 想到这里老头嘴里阿巴巴 然后仅用了一击 魔石兽就飞出银河系了 墙上的大洞可以证明其威力 女主忍不住沾沾自喜 虽说是婴儿还尚且可以听到旁边的惊呼声 女主连忙回头 但好在拉斐尔也只是回光返照 下一秒就人世不醒了 这下就好忽悠了 等她醒来后就说这是梦 虚惊一场后 女主也有些脱力 刚才的魔法也已经是婴儿的极限了 等再次睁眼时 大家都还以为是拉斐尔做的 谁也没联想到女主这里 一晃五年过去了 某个幼女已经出长城 女主经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呆 和母亲说的一样 这未来肯定是个绝世美女 前世的她就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孙女 可在别人看来 女主的行为就是自恋 但姨母却魂不在意 她一直都想知道妹妹是怎么教的 连举止都能这么优雅 再次蒙混过关后 女主来到了外面 看到了已长城英俊少年的拉斐尔 正在刻苦训练 她的认真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许 这天有一场剑术比赛 是某个大商会的人举办的 行商的时候经常会被魔兽袭击 为了达到锻炼的效果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找骑士团切磋 但有了女主的存在 这次却注定不寻常了 商会老板正在介绍她的儿子 别看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实则都是假象 战斗起来就变了一个人 偌大的骑士团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妮娅很气愤 这态度也太自大了一点 只有女主知道 绿毛这小子使用了魔法 可以使视野内的对手麻痹 从而达到让对手迟钝的效果 遗憾的是 这个时代的人都不知道魔法的存在 绿毛也不知道从哪学会的 突然一把剑飞了过来 不出意外就要打中妮娅 然而这时一只手却稳稳接住了 此人正是女主 拉斐尔正要查看情况 可没想到绿毛飞但不到钱 反而还更嚣张了 明明是商会过来请求指导 可没想到却变成骑士团在请教了 见此拉斐尔也打算出手较量一番 但在上场之前 女主却对她提了个醒 尽量不要看绿毛的眼睛 拉斐尔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选择相信妹妹 很快战斗也一触即发 拉斐尔从一开始就只盯着绿毛的脚下 本来就是一个习武高手 不受迟钝的影响后 绿毛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就在众人感觉到要胜利时 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由于只盯着脚下 却没看到前面有一堵墙 这被绿毛抓住了机会 这败得也太可惜了 但战斗却没有重来的说法 绿毛又获胜了 言语间尽是嘲讽 未来的圣骑士大人也不过如此 尼亚的沮丧表情完全写在了脸上 女主却说无妨她会出手 绿毛并不打算和女主动手 就算打赢了也胜之不 这个年纪也还是回家玩羊娃娃吧 但女主却早有了应对之策 那她可就要揭穿某个见不得人的行为了 绿毛自然不会承认 但听到女主让其扪心自问以防万一 她也只好同意 她可不管父亲和哥哥 想要阻止也是无用 否则就要把老父亲败家的事迹 统统告诉老母亲 父亲立马举双手之耻 就这样战斗便开始了 绿毛嘴上不将女主放在眼里 但仍旧一上场就使出了 老鹰招这种低级魔法 在女主的眼里无所遁形 虽然可以直接让其散去 但那样就太无聊了 她打算只纯粹地用剑术技巧 此时老头和罗莉已经身心合一 熟练的架势让众人都有些惊讶 身边人是最震惊的 他们可没见过女主有学 但绿毛却忍不住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 对手都能提前看破她的攻击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女主全程还都在闭眼 绿毛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恼羞成怒后 攻击也更为猛烈 但却依旧只是图楼 父亲和拉菲尔都很兴奋 没想到家里竟出现了一个神童 与此同时 战斗也在不断继续着 随着最后一击绿毛成功认输 女主则优雅地提起了裙摆 众人都把她当成了英雄 而女主则是心有所感 虽然小事牛刀效果不错 但是自己必须以更高的境界为目标 可是话也不能说太满 转眼来到十几年后 女主长大后很快被男人看上 而这个男人正是绿毛 绿毛命令女主今夜世起 要知道天人的命令就如同皇帝 何况她还是一个没有魔影的普通人 但与众人的担忧不同 殊不知一切都是她故意所为 前世她是当时最强的英雄王 却为了守护世界耽误了自己的一生 这一世她只想偷偷变强 只为将武艺磨练到极致 所以在测试天赋的洗礼日时 她刻意弹开了魔术的流动 成为了众人眼中的无印者 要知道连傻乎乎的表妹都是上级磨印 没有磨印也意味着不能成为正式的骑士 按理说这在贵族世家就是个奇耻大路 然而父母却没有失望 女孩子嘛 只要可爱就完事了 但这样下去可不行 而且还能一直在最前线磨练武艺 但旁人可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 因这件事足足感动了两分半 其中最开心的还属表妹 这样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时光荏苒 某个少女已经出具雏形 但与女主胸怀大致不同 表妹却依旧平平无奇 每一看到女主 她都觉得自己像是个陪衬的绿叶 今夜两人即将要参加一场宴会 每隔两年伴王都就会派人过来监察 但这次有天人同行的还是头一遭 这个天人 顾名思义人家还真的就住在天上 这个世界每隔两天半就会出现一次彩虹雨 虽然人类不受影响 但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旦被领到 就会有几率转换成魔石兽 其中最强的一只就能毁灭一个国家 这等存在被世人称为红之王 地上人之所以可以不受魔兽威胁 便是因为天人提供了魔印武具与之交换 地上人则要提供大量的资源作为回报 天人本可以用此直接支配地上人 可奇怪的是反倒没有 这次的现象似乎就是一个契机 刚想到这里 女主却尴尬了 因为聚会上的人都在看着她 原来都是漂亮惹的货 女主连忙让尼亚挡住 女性的视线还好 但男性的就让人受不了了 爷爷我可不想谈恋爱 突然 尼亚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此时的她正在与一个男子谈话 对方是圣骑士李昂 和女主的亲哥拉菲尔士队友 一样拥有着特级魔印 李昂对两个花朵早就有所耳闻了 她没少从拉菲尔那里听说过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走了过来 来者便是王都来的检察官 而至于这次来的天员 女主一看就惊住了 这正是又是被她打败的拉哈尔 不知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了天员 拉哈尔很明白女主在想什么 但额头上的圣痕就是证据 即便不是天员 也能成为天员 简单来说就是钱 她把经商的利益都贡献给天员了 虽然付出了全部财产 但非常划算 在天员看来 地上人就是蝼蚁 这毫不客气的话 女主并不想答应她 只对魔恋武艺有兴趣 此磨练武艺又有何用 就在火药卫正蒙时 李昂却站了出来 她突然想起有个人还没介绍给女主 只要圣骑实在就一定会出现的东西 这莫非是纠集的魔硬武具 女主答对了 李昂表示武具达到这等层次 就可以化为原型 说着转身就去带路 忍不住好奇 女主也只能先放过拉哈尔 何况也不好辜负李昂的一番好心 她是为了帮助两女 天人与地上人的交易看似平等 实则天人掌握着地上人的生死 魔硬武具只有他们能够制造 没有相应的武具魔硬 就只是一个贴话把 所以有时还是讨天人开心比较好 李昂拿自己做示范 她甚至可以为此舔天人的鞋子 但此言一出 妮娅却忍不住 圣骑士就是守护大家的希望 如果有能力的人都是这个熊样 这样普通人又该如何自处 文言李昂只能用开玩笑敷衍了过去 而这时女主也看到了这个纠集武具 据说这是对抗红之王的底牌 但却没想到居然是一个美丽的女性 她的名字叫厄丽丝 李昂正要一并介绍身后的两女 可不料才刚说出女主是拉菲尔的妹妹 李昂却反而挨了一巴掌 这一幕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想着做错了什么事 突然房间里却传来了惊呼声 走近一看 原来是王都的监察官被烧成了灰 这是拉哈尔干的 并且还果断地承认了 只因监察官没有进到对待天人的理 他想让眼前的女骑士事情 可没想到对方居然敢出面打岔 而李昂来得正好 不如过来劝一下他的不想 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女主主动要求拿自己交换女骑士 照拉哈尔的性子 女主深知对方也不会放过自己 既然早晚都要面对 不如一开始指明他就好 但前提是不许对身边的人出手 拉哈尔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一会记得洗干净后过来 这也太酸爽了 拉哈尔感觉走路都快要飘起来了 而在众人走后 女主如约地过去了 但不用想就知道 她想的是真正的大战 只是出乎意料的事 没想到厄丽丝却出现了 她劝女主赶紧逃 正是由于女主是拉菲尔的妹妹 所以她无法置之不理 女孩子应该好好珍惜自己 之后的是她会负责处理 不知道清歌和厄丽丝究竟是什么关系 但女主却要辜负这番好意了 而眼见依旧明顽不理 厄丽丝打算用武力让其屈服 但此言一出不要紧 女主却反倒激动了起来 事不宜迟那就拜托了 自转身后 她一直都没有机会与这里的强者一战 文言厄丽丝直接就是一愣 她还以为女主的脑子嗅痘了 其实她只是想吓吓女主 但是以至此也没有办法 可没想到的是 女主却抬手就甩飞了她 这让厄丽丝不得不认真了起来 可越打她却反倒越无力了 攻击压根就碰不到女主 而且对方还边打边想 这简直就是一个怪胎 明明没有魔影也没有武剧 居然也能和她打到如此程度 终于女主露出了一个破绽 厄丽丝抓住了这个机会 但也是这时让她清醒了过来 她连忙询问女主是否有事 然而这却是多想了 女主才刚要兴奋起来 这个世界的人都不知道灵素的存在 使用的都是魔素 而这时正好做个实验 看转换后对方是否可以认出来 厄丽丝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魔素 可女主明明是个无印者才对 这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 听到女主让自己放马过来 厄丽丝却反而不想再打了 这让女主瞬间就拉扩 但厄丽丝却是这样解读的 既然女主有保护自己的实力 那么也无需再阻止了 反而劝女主赶紧去给拉哈尔事情 不是想去吗 那就快去吧 就在女主后悔不已时 突然一道雷电射了过来 猝不及防下 厄丽丝直接被命中 女主也没能反应过来 虽然不是致命伤 但这个招数厄丽丝却很清楚 原来背后是李昂尼小子在捣鬼 反派是真的见了鬼了 她还从未见过如此生猛又可爱的女性 早知如此 她还阻止对方去事情干嘛 时间回到十分钟前 李昂不了解女主为何要去主动事情 但是这都不重要 现在她不仅要从天人的手上救走女主 更是要将究极魔剧的黄毛给搞到手 她准备加入邪铁锁 趁这个机会邀请两人一起加入 这是意图反抗天人的游击组织 梁女也听说过这个名号 目的是为了夺走被天人垄断的魔影武剧技术 从而让地上人在魔石兽面前拥有自保之力 届时也无需再向天人俯首称臣 厄丽丝作为究极的魔影武剧 只要经过研究 地上人也未必不能制造 这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厄丽丝毫不犹豫就拒绝了李昂 又转头问向了女主是否要加入 可同样也是拒绝 但拒绝的原因却有些奇葩 这样就能和李昂交手了 此言一出 气氛直接就拉了 但女主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 她这一世只想穷尽舞蹈的极致 虽然莫名其妙 但李昂也只能答应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她强行将两人带走 厄丽丝让女主小心 因为李昂的手套是上级魔影武剧 所蕴含的雷兽每只都具有恐怖的威力 总数有30只就算了 更关键的是被打击后还会自爆 然而这却是白提醒了 只见下一秒 女主便和雷兽硬刚了起来 果不其然 雷兽自爆了 厄丽丝的心刚提到嗓子眼 可没想到等烟雾散去后 女主不仅连根毛也没掉 并且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这让两人都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 然而这对女主来说却是小意思 原理其实很简单 既然近身攻击无法躲掉爆炸 那就将自己强化到 让爆炸无效的程度 仅仅只花了两秒半 女主便带着反重力裙子 花里胡哨地飞了回来 接下来就轮到李昂了 可这却让厄丽丝的心理不是为了 原来女主和她打的时候 没有使出全力 而作为对手的李昂则有些复杂 在她看来 女主的力量已经堪比红之王了 但有力量就有代价 这种状态肯定无法维持太久 虽然只是瞎猜 但却歪打正着 可殊不知这只是因为 12岁的身体限制了魔力 接着李昂打算和女主比持久力 可不料却一脚就被打断了 在她看来女主太坏了 故意抬腿却无赖是自己要看 她打算先拉开距离 重新召唤雷兽 可无奈女主却不给机会 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 这一脚太快了 但就在这时 意外却发生了 表妹尼亚突然破窗而出 在她身后的还有一只魔石兽 要知道这可是城镇的中心 这么巨大的魔石兽 根本就藏不住 但现在最紧要的 却是先救下表妹 在一招致敌后 女主询问妮亚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可疑问才知道 原来是由于担心女主会受到侵害 她打算先去训斥拉哈尔一顿 可进去后才发现 对方一副便秘的样子 然后接着就变成了魔石兽 原来这个魔石兽就是天人拉哈尔 但这就闻所未闻了 还从未听说过人类会魔石兽化的 可这时李昂却开口了 那是因为她对拉哈尔下了药 这是将彩虹与成分浓缩后的密药 趁着混乱选择了逃跑 但女主却没有工夫管她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拉哈尔 而且最好是在城镇混乱之前一击必杀 她是有个威力贼强的招数没错 可同时却会波及到城镇 而一个下意识地躲避 空中的滋味倒是让她想到了办法 眼看骑士团也纹身而至 她更是想到了一个连环之策 不等厄丽丝反应过来 拉起对方就是一顿小跑 所需要做得很简单 待会和她一起踢就完事了 就这样 在百合花绽放的刹那 在众人震惊威力的同时 很快三女便来到了城墙外 离开众人后 厄丽丝才明白了真相 原来女主是想隐藏自己的实力 没有魔鹰的人却有打倒魔石兽的力量 这不用说就会引起混乱 但说是如此 实则女主是不想走前世的路 如果被任命守护城镇可就完蛋了 女主问厄丽丝 这个魔石兽是否可以匹敌红之王 然而却很遗憾 虽说已经接近了那等层次 但简而言之就是像大人和小孩的区别 不过这对女主来说却刚好可以做个实验 如果接下来不能一击秒了她 那就说明她准备的招数对红之王无效 她转身后第一个目标便是打败这个世界的最强 为此她十二年间不断地修炼 虽是和婴儿十七秒巨龙的是同一招 但现在的威力却早已经飞昔比 同样是一击 拉哈尔就这样领了盒饭 这威力让厄丽丝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可这一夸不要紧 下一秒女主就虚了 原来还是年龄的限制导致的 如今她的持久力还有待提高 则把原因都推到了叛逃的李昂身上 一晃便到了15岁 这年两人也到了该去骑士学院的年龄 由于距离王都有一个月的城 两人便先找到了一个城镇歇脚 吃饭时无意间了解到这个城镇的领主是天人 本以为镇上的人会被剥削 可没想到事实却恰恰相反 自从新来的领主过来后 生活反而过得更好了 这件事本来也就听听 可由于两人的胃口太大 这才发现身上的钱已经连买辣条都不够了 得知领主最近正在招募骑士 第二天两人就去参加了 过程比想象中的还要轻松 可却得到了相当好的住宿条件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大澡堂 只是让女主在意的是 自从来到镇上后 她就发现魔素的灵动有些异样 虽然很微弱 但人们的魔素都在悄无声息地被某种东西吸收着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看到额头上的圣文 才知道原来对方竟是天人 更准确来说就是这里的领主 她是特地来见新来的两名女骑士的 很快三人就熟络了起来 这个领主不仅没有天人那样的高高在上 相反还时常收留着一些孤儿 而说起魔素异常的原因 可无奈领主也不清楚 倒是想拜托两人一件事 她在前阵子解雇了前任领主时的许多不良歧视 但没想到却引起了公分 这些人集结起来 经常去城镇里导弹 而今天正好打探到了对方的老巢 丰厚的报酬让姐妹两个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可到了这里才发现是陷阱 这里至少有100人 他们是故意引领主过来的 但唯独却落算了姐妹俩 对方看到妮亚手中的武器头 整个人都不好 这莫非是上级魔印才可以使用的武具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发生了意外 没想到旁边还藏了一个强者 不知道双方是不是同伙 但此人的实力却不弱 更准确来说是一个究极武具 才过两年半就这么不值钱了 对视的一瞬间 女主心说这回可玩了 眼见红毛和厄里斯的实力不相上下 女主为了给对方来一个下马威 直接将前世的灵压转换为魔力 这恐怖的威势将红毛给惊住了 身为传说中的究极武具 可这种场景他也是第一次见 不过他却对自己很有信心 好家伙都开打了还要装 红毛率先就是一次 可不料却被女主轻松躲开了 正常人第一击就会凉了 然而对方不仅游刃有余 并且还熟练用起了及时躲避 更是在刺出长枪的同事不断拉近距离 任凭红毛使出时速250的快营手 却还是被女主轻松接下 然后直接在一拳送上天 一不小心用了2.5%的实力 但索性对手没有死 究极武具果然不是盖的 红毛有些不解 为何女主要帮助此地的天人领主 有着如此般的实力 想必肯定注意到了 小镇上居民的魔力在不断流失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人搞的鬼 然而女主的回答却很简单 他只是为了赚钱而协助对方罢了 听到是这种理由 红毛顿时就怒了 随即便将攻击刺向了虚空 只见下一秒 枪头就诡异地来到了女主的身后 猝顾及防下就被擦破了皮 这是她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手段 但知道原理就好说了 这在基石身法面前不值一提 在鬼畜躲避的同时 女主像刚才一样逐渐拉近距离 红毛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妙 这次直接正面地朝头颅刺去 然而这正是女主等待的时机 这样红毛就无法再行动了 可殊不知这是故意露出的错觉 她的身体也一样可以隔空攻击 这对正常人来说会感觉到棘手 但见此女主却反而笑了 在实力的面前 一切都是虚妄 一击过后 红毛已成砧板上的鱼肉 就在她绝望之时 傻表妹又敢来送人头 这可真是敢巧 红毛抓住了这个时机 如果想要这个女孩的命 那就放她走 这个威胁很老套 但对女主来说却甚是有效 毕竟这是她唯一的表妹 只是最后她却要给红毛一句忠告 哪怕觉得战斗不利 选择重开也行 但如果下次还对表妹出手 那就要把命留下 对此红毛只是凝重地看了女主一眼 接着便飞快地离去 此时女主才有功夫安慰表妹 在得知外面的歧视团 已经被妻解决后 两人与领主来到了一个房间 所讨论的正是关于歧视是否要打掉 但领主却并不想动行 而是想先尝试是否可以收入麾下 说完便喝了一口茶 只是奇怪的是 这个味道却和平常的有点不一样 一问女佣才知道 这是为了缓解疲劳而特别添加的药草 三人都没有怀疑 但给个特写就知道茶有问题 接着领主带两人来到了地下 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地方 走近一看 原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领主坦言 就是这个吸取了居民的魔力 而在有了足够的量后 此地就会成为新的天上 届时留在此地的将会变成天人的奴隶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而是愿此地的人能直接成为天人 虽然他目前正在与天人交涉 可最坏的情况却是开战 会说这些是因为领主将两人当成了朋友 但女主和表妹就吃这套 到时他们也会过来帮忙 三人就这样达成了约定 然而不出意外还是出意外了 当晚领主就像湿了魂一样来到了外面 随后就变成了一只魔石兽 在众人都惶恐的同时 女主与表妹却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额头上的纹和领主的一模一样 可没有红枝于此地却出现了魔石兽 这让两人想起了三年前的事 当时拉哈尔就是这样变成的怪物 原因是血铁所研究的密药 可领主又是何时被吓的药 就在这时房顶上传来了猖狂的笑声 这正是领主家的女佣 原来是今天喝的茶有问题 女佣因为儿子被天人所害 所以今天是来复仇的 好家伙 这梁的速度可真快 为了阻止魔石兽攻城 女主让表妹掩护 而她则负责去正面硬钢 看到魔石兽准备发射激光 表妹的反应很快 提前将攻击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只是好景不长 这对领主来说就像是在挠痒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女主带着她的大长腿过来 然而没想到一击过后 领主却仍有余力发动攻击 女主直接用拳头接下了激光 就在这时意外又发生了 一支长枪忽然击中了领主的肩膀 来者正是红毛 不过却不是为了帮女主 目的只是为了杀死领主 女主毫不犹豫就是一躲 原来红毛是血铁锁的人 这样女主十分后悔当时没能杀死她 这样女佣就不会拿到药粉 但此言一出就被打断了 一个神秘人忽然出现在了身后 她表示女佣早就拿到了药粉 对方本就是组织的同志 只是因为流放的骑士团失败 所以女佣就自己行动了 说着便进行了自我介绍 她正是血铁锁的手里 为了守护地上人而来 在三人墨迹的同时 表妹却扛不住了 只靠她可无法阻止魔使手 文言红毛立马就想过去帮忙 然而却被女主拦下了 二话不说就是一拳过去 可没想到的是这一拳 却被神秘人单手就接下 只是她也不像表面的那样平静 其实她接得很吃力 而女主则是体会最深的 要知道她刚才可是用前世的灵素 发起了攻击 这个世界果然还很大 神秘人却都能竞数阶下 虽然女主一直都很享受战斗的感觉 但目前却不是内斗的时候 这时神秘人也看到了危险 命令红毛过去救孩子 只是到了面前才发现魔使兽 却迟迟没有动作 原来三个孩子一直在呼唤领主的名字 他们都是被弃收养的孤儿 这让领主恢复了短暂的神志 随后便想要用激光自我了结 就在这关键时刻 女主弹指发射了激光 及时的将领主给打断了 并改变了攻击的轨迹 红毛愤怒女主为何要挡下 就这样高洁的死去不行吗 然而女主的回答却很简单 因为领主目前还留有意识 事已至此 她有一件想尝试的事 如果失败就不会再妨碍两人 神秘人微微汗手表示同意 但不管成功与否 结束后女主就必须离开城镇 他们将要破坏地下的魔法镇 被女主妨碍可就麻烦了 达成了约定后 红毛主动和表妹一起加入了牵制 而女主则在一旁开始蓄力 将全部的灵素转换为魔素 她准备放一个从未使用过的大招 一击过后 只见整条河和连着魔石兽都一起被冻住了 与此同时 女主的魔力也已经见底了 魔石兽的生命很顽强 只要融化之后就应该还可以动 期间她想找到解决办法 可问题是这么大又该怎么搬走 然而这时神秘人却开口了 对此她有办法 接着便将手放到了冰块上 随即爆发出了骇人的魔力 只见魔石兽就这样被蓝光笼罩 可女主却看出了其中的蹊跷 神秘人使用的竟是灵素 她之所以会使用是因为前世女神给她的祝福 而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有女神 对方显然和她当初的身份差不多 思考之余 神秘人已经收尾 带着缩小版的灵主走了过来 解释她将其体内的灵素散去了 换句话说 灵主再也不会恢复以前的大小 虽然很不甘心 但这是现在的女主做不到的 接着神秘人变头也不回地离去 和刚才说好的一样 女主需要离开城镇 他们的敌人只有天上人 但却不会伤害地上人 现在的女主很放心神秘人 毕竟对方获得了女神的认可 灵主也已经融化 变小后没想到这么可爱 这是我见过最自恋的老头 在别人看来 这是一个女孩在对着镜子臭美 可实则不然 其实是她一直都妄想着有一个这样的孙女 但在众女看来 这就是自恋 不过好景不长 为了能穿上美美的礼服 众女忙了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这回肚子不干了开始造反 这天得知新任的天人特使要见自己后 趁此机会女主也打算去蹭吃蹭喝 即将要去的是一场派对 不曾想表妹却摔了个狗吃屎 有她在女主倒反而像个淑女了 也是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 原来表哥拉斐尔也参加了这场派对 可这看不要紧 拉斐尔却不禁被女主的打扮给迷住了 这可真是太行了 眼看拉斐尔脸红的像个茶壶泡泡 可在领主出来后就尴尬了 看到拉斐尔欲言又止的熊样 女主就算再怎么迟钝也明白了 虽说爷爷他也是个过来人 但受害人士自己可就不一样 就在气氛陷入了尴尬时 忽然一阵空灵又飘渺的声音响了 原来是两人的肚子在唱歌 拉斐尔反应得很快 当即就表示要请众人进里面 而说到吃女主就全忘完了 可肚子的声音若是旁人听到 怕是会被别人误以为他们都饿了 于是历劫果断就选择了离开 而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在往派对走的过程中 众人都被女主的美貌惊艳到 就在赞不绝口时 突然被咕噜咕噜的声音打断 拉斐尔善笑着救场 说自己正在清断石 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拉斐尔化解了 接着变到了女主最期待的时候 但这时意外却又发生了 只见派对上忽然出现了几只魔石兽 这些料理顿时就被糟蹋 这可谓是戳中了女主的心 然而正打算出手时 没想到拉斐尔却挡在了她的面前 一瞬间就进行了21次的斩棘 多年不见表哥竟强到如此 但旁人却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但女主却清楚地说出了 第17次的突刺很精彩 听到女主有意要与她交手 只见拉斐尔却是密之脸红 但如果只是练习的话倒也无妨 然而现在却不是打情骂俏的时候 看到两人磨磨叽叽的 校长表示他们会解决这里的魔石兽 而拉斐尔要赶紧去保护天人 就这样双方分头作战 女主则和众女留下来一起解决魔石兽 与此同时战斗也一触即发 由于难得穿上了一次礼服 女主决定像个淑女一样射击 只见她没指向一个目标 随即就有一只魔石兽倒下 可这种想法来得快去的也快 再这样慢下去 说不好就会有人受伤 于是下一秒画风就变了 女主不得不使用了失传已久的基石激光 可纵使是这种压箱底的神迹 也完全跟不上魔兽刷新的速度 见此女主便尝试用另一个指头也射击 而这一下子就让她发现了新大路 探见有观众女主可谓是表演得更花了 就这样在360度无死角的乱射后 所有的魔石兽就都被女主给射死了 在子毛还在愣神时 表妹却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了 倒是打完魔石兽应该可以吃了吧 女主此刻的想法也是如此 忽然力竭却慌张地跑了过来 原来她发现了导致魔石兽出现的罪魁祸首 说完便将众人带到了一个房间 拉斐尔早已在此地等候多时 表示混乱的根源就是她的纠集武具 刚才有人亲眼目睹力波忽然倒了下来 在身上出现了不祥的光芒后 随即魔石兽便出现了 但很明显力波不是有意的 根据天人西奥所说 这很有可能是教主联盟干的 原来天人分为两个派系 一个是正方大公派 像魔印武具合击假鸟 都是这个派系所提供的 而反观教主联盟则是反方 他们反对给地上人提供技术 如今这两种平衡已经有了崩溃的迹象 而力波便是教主联盟所生产的纠集武具 显然她变成了天人内斗的棋子 这番话顿时就让厄丽丝受不了了 同样身为一名纠集武具 她被天人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守护地上人 可现在她却有些迷茫了 但这时表妹却开口了 至少她曾经被厄丽丝守护过 何况不可否认的是 天人带来的东西 确实给地上人带来了很多便利 此言一出 顿时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而这句话也将厄丽丝给感动到 但就在这时 西奥却打断了两人 她非常欣赏表妹的发言 原来不止外表 表妹的内心也很美丽 文言表妹顿时就脸红了 可女主却看不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纯表妹就要被拐走了 听到西奥已经在打探名字 她当即就替表妹回答了 并且也顺便介绍了自己的方面 表妹压根就不知道女主在激动什么 但听到两人的名字后 西奥却恍然大悟了起来 原来两人就是救了妹妹的恩人 她的妹妹即是魔石兽化的领主 但没想到却便小成了这样 她想将领主给带走 表示她将想办法为其恢复原状 但殊不知这完全就是想辟吃 领主已经失去了之前的记忆 她现在只喜欢某个很大的避风港 但见此西奥也只好放弃 再表示还将领主交给女主保管后 这时校长也走了过来 原来利波已经醒了 好在除了有点头疼以外并无大碍 但她却隐约记得自己伤到了众人 如果下次再失控 还不知会发生什么 她恳求众人将其扔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但要知道究极武具可是国家的守护神 每个国家也只会有一个 王子是第一个不愿意的 也是这时 女主却想到了一个提案 将利波留在骑士学院就好了 这样骑士团便无需为了戒备再分派出人力 如果身边再出现魔石兽 届时她和众女将会解决所有的敌人 而说到此校长也趁势补上一句 她在学员的研究院有利于找出利波一变的根源 听到此王子也不再犹豫 就这样将利波交给了骑士学院 但事情会如此顺利 还要归咎于女主开的口 对此子毛很意外 平常都是女汉子的她 这次竟考虑了这么多 然而却有聪明人一眼看出了玄机 将利波留在身边跟魔石兽战斗的机会才会增加 糟糕女主的小心思暴露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奇葩的新生 集训时别人都累得要个屁了 而她还能扛着教官一边跑一边秘之微笑 显摆实力的道路牵牵烂 但女主却偏偏选择了这一条 这天学员里来了一个转校生 但更准确来说是一个化为人形的究极武具 利波虽然是有着强大实力的异国守护神 可最近却时不时就会昏厥过去 然后会无意召唤出各种魔石兽 学生要做的就是在找到原因之前轮流保护她 在场的都是校长精心挑选的精英 为此她已经为每人都准备好了魔影武具 眼前的每把都能召唤出隔离外界的防御节节 在此期间 学生要将出现的魔石兽给打掉 就在女主想去拿一把石 可才刚伸出手就被打断了 这可不是随从骑士能用的东西 来者正是学员里唯一拥有特级魔影的学生 这句话说的其实很在理 魔影武具只有拥有魔影的人才可以使用 然而女主却因为了低调 在幼时就隐瞒了实力而没有获得 所以才进入了只有无印者的随从骑士科 学长可谓是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也没有 她命令女主马上离开这里 一并还有所有随从骑士科的无印者 此言一出 这里顿时成了众人的焦点 虽然有着三位数方林的女主不想她 但转念一想这可是个开打的好机会 然而就在战斗一触即发时 其中一个随从骑士却表示 打架这么麻烦的事她就不参与了 这变故多少来得有点猝不及防 可粉毛的理由却很简单 表示她正好想睡觉 然而这完全就是想提吃 要知道她可是二年级的王牌 这下子不仅校长并且连同学也慌了 要是粉毛不在 他们可没自信能完成任务 而这股神秘的强大也引起了女主的好奇 不如粉毛也一起来加入她的对决如何 但不仅此言一出就被拒绝了 没想到还引起了学长的嘲讽 莫非是粉毛没有勇气和她交手 两人间的火药威倒是把女主晾在了一旁 一问才知道原来学长和粉毛 曾经在模拟战上交过手 但最后却是粉毛赢了 而就在两人针锋相对时 不料利波却忽然倒了下来 随后身体上出现了不祥的光芒 这正是魔石兽要出现的征兆 也不知道这些魔石兽 为啥每天争先恐后的送人头 总之学长当即就表示让他们三年寄来 除此之外谁都不许出手 可没想到花音刚落 瞬间魔石兽就被一脚嘎了蛋 学长气急败坏谁让你出手的 女主无辜的说 但是你没说不许动脚啊 好家伙抠字眼你倒是行家呀 除了学长 其他男同学全都败倒在石榴群下 真是怒气不争啊 学长只好亲自动手 只见在手上出现了特级魔影后 从枪口顿时就迸发出了骇人的魔力 只是一击就解决了一只魔石兽 这也是女主第一次见到枪型的魔影舞剧 正当她打算继续关魔石 不料一只剑却忽然射死了魔石兽 抬头一看 正是一脸雀跃的傻表妹 她正是在效仿女主的做法 只说不允许出手 可却没说不可以射箭 就在学长想要发飙时 然而不出意外又发生了意外 原来丽杰和李妮也来捣乱 表示也没说不可以用枪和剑 眼看一个个都在疯狂打脸 校长只好亲自出来打圆场 表示第一天就让大家一起出手罢了 于是众人便有了正当的理由行动 可就在女主准备解决下一只时 不曾想粉毛却比她的速度还要快 只见只是随手一巴掌 下一秒这只魔石兽就被拍死了 虽说慢了是因女主对自己施加了重力负荷 但终究还是在速度上输给了别人 然而刚想到这里 不料粉毛却将魔石兽踢错了方向 可是没想到女主却偷偷练过足球 你一脚我一脚魔石兽在天上乱飞 这让众人完全成了打酱油的存在 只见当学长射死第二只的时候 抬头才发现魔石兽都被解决了 而根据惯例力波再过不久就会清醒 可校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原来有了结界也一样 没能保护到校舍 这一切都要怪两女不知轻重 学长张嘴就是一顿暴扣 如果让她来就不会这样的呢 粉毛才不理这茬 直说到我和大兄妹已经尽力了 对于这个绰号 女主压根就无力反驳 身为一国之君的英雄王 这事竟然沦为了大兄妹 不过回去后才知道 原来只是单纯因为粉毛记不住别人的名 所以只能根据每个人的特征来取 比如力波就被起了兽儿娘的外号 傻表妹被叫做母老虎 力竭则被叫做傲娇妹 至于李妮就很尴尬 她被称之为大兄妹二号 最后更是直接简称老二 这一下子就把力波笑不活了 而由于刚才的后遗症 她想出去活动一下 但此言一出就坏事了 女主当即就表示想和力波切磋 适度运动可是有利于身心健康 然而这个目的也太明显了 女主放个屁表妹就知道是什么味 要知道力波可是她们的保护对象 然而纵使劝阻也是无用 只因力波也正有此意 并且校长也想实验一下 她在战斗时会不会发生异常 就这样几人便找上了校长 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此时也正好打造出了 代替结界的模印模具 使用这个便可以传送到一空间战斗 这样校舍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破坏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女主迫不及待就选择了主动出击 虽然第一击只是打个招呼 但眼见力波稳稳地挡下了 于是女主便不再留守 瞬间在场边出现了各种幻影 这在表妹和力竭的内心 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她们看来 捕捉女主的动作就已经很吃力了 可不曾想力波却躲得游刃有余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其实不擅长肉搏战 原来力波和学长一样 使用的模印武具是枪 而在枪出现的同时 女主也不由落入了下风 眼见没法躲避她 用魔力幻化出了一把兵剑 虽说只是临时的武器 但用来挡下枪击却不是问题 没挡下一发子弹 她离力波也又近了一步 可就在女主即将要到了斩杀线时 不料双枪却给出了答案 原来力波可以使用双枪 猝不及防下 女主被擦破了衣服 而如果是两把枪的话 这也意味着她只有躲避的分 情急之下 女主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在力波射出子弹的一瞬 她不仅将其完美地弹开了 并且还弹到了力波的脸上 要说为何会这么准确 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勾股定理 但总之在力波露出了破绽后 这场战斗便没有了悬念 好在被杰杰接住她 才没有摔成狗吃屎 力波正想要向校长道谢 可不料校长也是云里雾里 她其实啥也没做 似乎是杰杰在碰到力波的时候 就像是被吸收一样消失了 这顿时让希奥抓住了重点 或许这和力波的病有关 她想让别人用其他的魔影舞剧来试试 只见力洁很听话地使用了翅膀 然后再让力波来触碰 只是等了半天 却一点异常也没有发生 见此希奥便让校长 借用力竭的翅膀试试 好家伙嘴上说着不愿意 可校长的身体却很诚实 不过此时还是正式更重要 只见这次在力波触碰了以后 下一秒翅膀变化成了无数个光球 并且被力波的右手吸收了 而这顿时离真相也不远了 原来究极武具被制造出的目的 便是为了圣骑士所用 只会接受像校长这样 特级模影者的魔力 本来按理说需要力波自己的意志去吸收 但现在看来却是失控了 而只要累积到了一定量的魔力 那么就会导致力波昏厥 从而失控的魔力会引来魔石兽 然而巧的是 在力波昏倒的同时 此时的李妮也坚持不住 原来她的魔力刚好用光了 接着在场景回到校舍后 一只前所未有的魔石兽出现了